市议员们看着新山水库裸露出来的黄土城 水库水位还是相当低 这也是看在民众眼里担心基隆是否又缺水的情况 由于农历过年前传出新山水库水位正在进行相关工程 导致水库水位下降引起民众的担忧 因此基隆市议会特地安排到新山水库考察关心 也听取水公司的报告 我们都知道民生用水是我们市民所最关心的 那今天主要来这个试证考察 主要是因为之前就是有关水压一些供水的问题 那我们要了解说这一次这个我们第一关系处 这个自来水的一个泄压的一个放水的问题 还有这个管界的一个开放的一个工程 是不是会影响到我们市民的一个供水的一个政场 自来水公司方面表示 所有工程都已经在2月中旬完工 已经开始恢复正常的蓄水工作 每天从基隆河抽水20吨左右 其中10吨储存到水库里面 如果天气没有非常非常大的变化 预估5月就可以接近蓄满满水位 今年度基隆就不会再缺水 那我明天大概抽21万 21万其中的大概有10万左右到11万之间 是进到我们的新山集水厂 然后去做一些净水准水处理设备来供 大基隆地区的民生用水 那另外10万到11万之间 我们就把它抽到水库来做一个蓄身的动作 所以说从2月16号到今天 我们大概已经抽了大概100 水库的水位现在 库存量大概是165万吨左右 那我们公司的目标大概是在3月底 我们要达成400万吨的蓄水量 因为我一天10万 30天就300万 还进一天 所以要400万 那在4月底的时候 我们已经要达到700万吨 700万吨的话 大概是水部的运转归线左右 等于是它表示它安全 将来7、8、9 这个沽水期的时候 它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比较乐观是说 希望因为基隆的地区就是有个条件 就是3、4、5 甚至到6月的时候 它会有些雨 然后基隆会有水 所以我们最高的目标就是在5月底 要达到900万吨 那如果达到满水位的时候 那整个基隆包括到明年的民生用水 大概都没有问题 另外市议员也利用这个机会和水公司方面 做双向沟通 主要集中在各区自来水管 如果破裂时 请水公司可以及时反应处理 并且告知议员们相关处理的进度 让议员们方便向民众报告 副议长杨秀玉也代表市议会 感谢水公司一区处的接待和报告 让议员们了解基隆的水情状况 因为毕竟自来水公司不归基隆市议会监督 但是议员们可以向市民朋友报告 基隆的民生用水没有问题 请大家放心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